为庆祝泛美中华联谊会和罗省中华会馆访问团的归来 洛杉矶各大会馆乔团商会和公所的主席代表 于6月24日上午11点30分 共同在洛杉矶中国城金龙酒家举办庆祝活动 并召开记者招待会 而会馆顾问泛美中华联谊会 秘书长黄金泉 中华会馆主席陈建邦 以及中华会馆顾问乔委员张自豪纷纷发言 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龚中成也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 并对本次活动的圆满成功表示祝贺 此次访问团队的规模非常壮大 其中包括中美洲6个国家 南美洲9个国家 以及加拿大共70个侨团300多人 他们在泛美中华联谊会秘书长黄金泉的带领下 畅游中华民国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黄金泉表示中华会馆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次活动之所以如此盛大 不仅仅是为了庆祝中华会馆的年会 更是为了庆祝中华民国100周年的繁荣昌盛 这次访问更深的推广了两岸的各项发展 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 使两岸的互动更加深入 黄金泉并且也代表各界表示了对马英九连任的支持 他表示各地侨胞愿意在马英九的领导下团结力量 新手相连 支持政府开创华人的光明未来 以及中华民国的璀璨新居 中华人的光明未来